接下来要说这个事发生在今年的六月份 在长州人民西路的一家族狱店里 一名东北男子持刀行凶 店老板郭燕身上多处软组织挫伤 而且还有两名男子被捅伤 那么据了解呢 他这么做是有感情纠纷引发的 那么最近行凶者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今年39岁的郭燕就是这家扬州族狱店的老板 多年前他从贵州来到长州打工 一个月前才花尽积蓄开启了这家店 6月11号郭燕的丈夫带着儿子来看望他 郭燕的弟弟也前来凑热闹 当晚店内生意十分繁忙 一个被郭燕称为小东北的常客 带着粽子和水果来了 郭燕热情的向他介绍自己的家人 并将他领到一个双人包间泡起了脚 没过一会儿又来了两个客人 希望能在同一个包间 郭燕决定和小东北商量一下 然而让郭燕万万没想到的是 小东北并没有走进隔壁包间 而是静止走到了他丈夫面前 小东北将水果刀直接捅进郭燕丈夫的胸部 随即逃离了现场 郭燕一边报警 一边和弟弟追了出去 没想到小东北回过头 又在郭燕弟弟的腿上捅了一刀 警察来的时候呢 嫌疑了也被他们两个 其实也打倒在地里 没能够逃掉 经调查 小东北名叫傅宝东 今年33岁 辽宁府顺市人 6月12日 因涉嫌寻衅滋事罪 傅宝东被警方刑事拘留 傅宝东表示 他与郭燕相识快一年了 在这期间 郭燕向他隐瞒了真实年龄和婚姻 让他陷入爱河 在郭燕开店的这段日子里 他也倾注了很多心血 因此 当他得知郭燕有家庭时 不由得活冒三丈 而郭燕表示 自己是从事服务行业的 可能有些言语 让傅宝东产生了误会 但自始至终 他都把傅宝东当成普通朋友 从未有过暧昧行为 经鉴定 郭燕的丈夫伤事已构成轻伤 傅宝东因犯寻衅滋事罪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四个月